前宜蘭縣建設處代理處長吳朝勤 也是被外界稱為縣長林茲廟的心腹 日前捲入宜蘭縣府弊案 全案23號徵結 宜蘭縣長林茲廟以及他的女兒林一林 縣府處長包含吳朝勤在內一共15人被起訴 只不過 至於有關於縣府建設處代理處長的部分 那檢察官是建議建請法院 向法院求除免刑 明明已經起訴 檢方卻向法院建請免刑 主要是因為吳朝勤供辭 才讓案情有了重大進展 根據檢方調查 林茲廟承諾協助羅東公正段 1558地號免徵土地增值稅 總共112萬多元 藉此患得地主無償出建 98地號土地 作為臨時競選總部使用 其中吳朝勤扮演關鍵角色 今年1月 檢連進行第一波搜索 已經得知158地號土地違反農地農用 不過卻沒有發現98地號土地 臨時性建築物也常使用 偵查期間 吳朝勤供出林茲廟以及林茲廟等人 讓檢方追查到證犯 另外檢方表示 林茲廟涉嫌開立支票 存入人頭帳戶 接著把現金交給助理張嘉玲 存入林茲廟農會的支票帳戶 兌現後 張嘉玲再從人頭帳戶 提理現金交給林茲廟 不明金流超過7844萬元 但縣漲薪資一個月15萬 再加上收租來源2萬 跟7000多萬的現金 似乎完全不成比例 也因此檢察官才會說重話 權案歷經超過半年偵查 現在即將進入法院審理 雖然林茲廟強調自己是清白的 但最後結果還是得登法院審理判決 TVB新聞解答成料之下宜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